隐藏在工厂大厦的饮茶点心 以及住宅区的烧味店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是上班族午餐之选 香港网红和网友 票选一些在地人选择的美食 这家饮饰点心店 虾饺商卖两颗一份 每分约110多台币 茶费只收33台币之外 没有加一服务费 走平民化路线 深受在地人欢迎 几年间也加开了两家分店 而这家在港岛西环 传统住宅老区的烧味店 是附近香港大学学生 最爱光顾的小店之一 有40多年历史 也是米其林推荐 著名的烧鹅赖粉250台币 赖粉有点像台湾的米苔木 想吃烧鹅腿就要450元 叉烧及烧鸭比较便宜 只要170元 在香港算是廉价鸡选 以上是驻香港 记者李静华的报道